今天想跟大家說說2022年的第二條 這條是刪除了 網上很多人都說過這一條 這一條大多數人覺得應該是C 刪除了它本身是沒有答案的 很多人覺得是C 原因就是 那個PlayStation 5發售之後 那些人很喜歡排隊的情況也很嚴重 那條問題就問你 什麼會增加了買個PlayStation 那個opportunity cost 那很多人的focus點 其實就是買那裏 那如果我買PlayStation 5 那我就犧牲了買其他東西 那如果他競爭對手就有一個新的一個Game 一個的主機 那比PlayStation 5好 那那些人就會怎樣 犧牲了 買這部機 那很多人 網上很多人會覺得是C 但我自己就有 另外一些的見解 那今天就 會花多少時間去討論一下 opportunity cost的題目 那這段片就相對會比較長一點 那我自己覺得 A的答案似乎是 考評局更加之 想同學答是A的答案 那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看回考評報告 2022 也有寫Q2那裏 他說這條題目 delete了 為什麼呢 因為不可以有效地評論學生一些的知識 是一個sortage的情況 那我自己覺得 A的答案 就會更加是一個sortage的情況下 造成的 不過他都很體諒的 他覺得學生 從不同的面向看 那因為 他可以不選這部機 就選另一部機 highest value option for goal 是不是 這樣的角度看 亦都可以同一個time cost的角度看 因為這個排隊 那 A的那個就 絕對跟sortage有關 D的就是 如果是一個normal group的話 都可能會令sortage的情況更加之 長啦 他覺得option D都合理的 所以 A和D 他比較似乎 A好像更加直接說到sortage的情況 D那個還要看是否normal group 所以我覺得 似乎考評 他是想設定答案是A 下面就看看 其他年份有些題目 都有很多題目 原來是關於 opportunity cost和sortage的情況 2016 Q1 都幾似那條MC的 Apple就說有部新的model 那些人就買了一些新model 那些人就排隊 排隊 去lock in買 跟剛才排隊 現場排隊一樣 如果reset value跌了的時候 那部trade cost 會不會跌呢 他就叫你去解釋 那這裏呢 有個情況可以是跌了的 就是呢 如果reset value跌了 那對於 那部機 蘋果保守機的需求就會少了 那就會 真的減少了 那個排隊的時間 那跟這條是不是好似 如果reset value進一步去增加 sortage 導致reset value進一步去增加 反過來可能又怎樣 吸引更加多人去排隊 導致time cost 是會更加增加了 都未頂的 是嗎 那是不是跟他 跑平局的思路都幾一致 2016QA這條 那我們看看 2015QA這條 David就選擇 NTR和巴士去元朗 時間和票價是一樣的 他在這裏說 那有什麼會增加opportunity cost 同學留意 其實A和B 如果你按照highest value option for gone 似乎應該選擇 是跟巴士有關的東西 那MTR有關的東西 就不應該選擇 如果highest value option for gone 但是最終答案是C 如果你看清楚A和B 其實巴士的value 就會跌了 那他不一定要用highest value option for gone 去選擇成本 反而今次是 選擇C做answer 很多同學都會選擇C 因為覺得AB 是減低opportunity cost 那這裡他減C 他就會增加了15分鐘的時間 你發覺 那個time cost增加了之後 其實跟巴士的option value 基本上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就算有巴士給你選擇 都不一定是highest value option for gone 正如之前那條 你有另外一部機 是不是等於highest value option for gone 我覺得就有些保留 那我最簡單直接就是 成本分開貨幣成本 和非貨幣成本 那假設你的playstation 5是5000元 他不就是犧牲了5000元 去買這部機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那你那5000元 是不是下一個option 一定是第部機 不一定的 那你可能不買playstation 他寧願去旅行 他不喜歡買其他機 都可能的 所以這裡就 同學留意 其實就 我覺得 他有不同option的選擇 其實就 未必適合一些 很清楚有個價錢 那一些的題目的客人 因為我覺得 既然你都有個價錢 不如就 索性看價錢 不就是個成本 或者你要排多久 不就是他的成本 現在我們再看多 幾條 譬如2019 PayPal1 他說 有個國家 就考慮 就收購一些 土地 去到 填海 用一個填海方式 就收購土地 問你的opportunity cost 有沒有變 那B那裡 短缺 原料短缺 跟著那個 造價 就貴了 那個answer就寫 他可能要付多些錢 是不是 就是一個monitorate cost 完全跟所謂option for goal 那些 其實就 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裡會看到 這個短缺 其實可能會導致 monitorate cost 和 long monetary cost 就會有所轉變 另外 有些 他會多數用一些option 就是你 是犧牲了些什麼呢 通常是一些什麼題目呢 我發覺通常是一些選擇職業的題目 例如這條 那個運動員可以選擇 做training 他就放棄了一個學習 問你 做那個平均的收入 轉變的時候呢 增加的時候 opportunity cost 有沒有轉變呢 如果是選擇職業的時候呢 通常就會用到這些option 他說這個平均收入增加 只是增加到它的radio 就沒有影響它的option for goal 即是去學習 似乎如果是職業的話呢 因為職業本身 你很難用monetary cost 和nonmonetary cost 去解釋它的成本 我選擇 我一旦選擇做A這份工 一旦選擇做B這份工 一般人就很難去define 譬如做job A 他的monetary cost nonmonetary cost 是什麼呢 其實是很難define 如果選擇職業 那 我自己的一個小總結 其實就是 首先可能想一想 其實是monetary cost 和nonmonetary cost 先 其實 和highest radio option 其實都是一個成本來的 但是 什麼情況 可能用option有些好一點呢 我就留意可能是職業的情況 下面有幾條都是選擇職業的 詳細的解釋我就不討論了 你看到選擇什麼職業 全部都是職業來的 這裏 做事是職業來的 Local firm是職業的 不做事 你發現職業就會用很多option 其他那些問題 似乎就 可能首先想了monetary cost 和nonmonetary cost 可能就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如果應付個考試的話 那這段片就說到這裏了 請問一下 全是職業的 零件 感谢观看